哈囉,大家好,我是兔頭 今天很難得要騎摩托車了 今天我要去的地方是去樹林夜市買晚餐 這台是我的摩托車近戰三代 他改了蠻多東西的 然後他現在的里程數比較多了 一萬六,因為我之後去跑UberEat 不然到今年年初的時候才大概六千公里 這台車大有來頭 這台車是去直播柯P雙塔的時候用的那台摩托車 對於我來說很有紀念價值 因為那時候柯P第一次雙城的時候沒有人直播 就很多人質疑說他是不是造假之類的 所以我就很好奇 我就在他雙塔的時候就全程跟拍 我和我另外一個朋友叫許居天王 他也是個YouTuber 我們就雙載騎了這台車 那一天足足多了一千塊一千公里 因為來回一千多公里 你就知道這台車多少騎了 到今年年初才六千七千公里 今年騎特別多 因為我之前是日常直播 所以我做什麼事情都直播 我今年換了一套設備 讓我可以邊騎摩托車邊直播 這妹子馬尾的馬尾的馬尾的 我們跟著她吧 馬尾妹子馬尾妹子 馬尾妹子 馬尾妹子 我們就跟著馬尾妹子走 我從車站裡面鑽車風 就這樣飛過去了 她已經漸漸拉開距離 我們已經離她超過一百公里 她已經漸漸地離開我變前了 我至少八小時以上 所以我出去通行 我才改都騎摩托車 所以到今年的現在才有一萬六千多公里 我平常騎摩托車錄影的時候 我是把麥克風塞在這裡 這個安全帽很便宜 大概千多塊 全照式的 那時候買來只是為了要 鏡頭靠在這上面直播這樣 但是她隔音效果不好 朋友買了一個快一萬塊的 她隔音效果超好超安靜 整個路上都不會聽到風聲 我跟她用同一款麥克風 她直播起來就超級安靜 所以我就很想要用她那一款 但是我沒有錢 她二手賣我七千 我現在身上連五位書都不到 我現在把鏡頭接上去吧 因為我這有接麥克風在裡面 但是她這個頭有點問題 她已經斷了你看 她的心已經是抽出來了 已經分離的情況 所以待會接上去 她可能有時候晃動的時候 會有些雜誼 進行減量 接條線超貴的 接條線八九百塊 大家這個時間都在這裡等 6點半 你看對面有一台汽車是佩佩豬 那台車的主人應該對他們家小孩很有愛 把佩佩豬 漆在車子上 那台車好像也是我們社區的車 因為我每次出門都會看到她 有時候我突然心起想要吃些好料 我都要騎摩托車到樹林車站那裡 才有東西可以吃 但是我發現天冷比較好 天冷摩托車在加速的表現會比較好一點 可能溫度低吧 不知道這台這給人家改 但是它的引擎的溫度都非常高 改五九缸 常常都會熱到一百二一百三 就很熱啊 我不知道什麼 但是我朋友改一樣 近正身在五九缸 就沒有那麼高溫 這五九缸是T牌的 不通常牌 我記得好像有T牌和S牌 哎唷 這個May看起來不錯喔 腿長長的 穿著外套 還改燈 燈好亮喔 好像不錯耶 長頭髮 長髮飄逸 還很安全會打方向燈 後煞車的時候都會有很尖銳的煞車聲 嘰嘰嘰嘰嘰嘰 那種東西 這台車有改後跌煞 但是好像 好像假如是摩托車 跌煞有嘰嘰嘰嘰 好像是成正常的事情 這車改好多喔 現在在這邊騎車錄影 又讓我回想到 之前在大陸 騎摩托車直播的回憶了 那時候騎摩托車直播那些國人們都會說 蛤 怎麼可以騎摩托車 怎麼滿街上的摩托 台灣不是中古了嗎 怎麼沒進摩 不然就是 好落後 台灣好落後 這裡是台北嗎 怎麼看起來像五線城市 台北101附近怎麼看起來像三線城市啊 就只有101很高 其他都是矮的 台灣怎麼付錢還在用現金 怎麼不用手機支付 手機支付很安全的 用現金才是危險 超多那種幹話的 我可以 我都可以出書了 兩岸文化差異 妹子身材不錯 右邊那個 哇今天有點冷欸 真的 而且下雨了 飄雨了 有天 雖然雨飄太大 嗨 一隻雞腿兩個雞翅 一腿兩次 嗯 身長 然後雞針 然後雞心 雞屁股三串 就這樣 我要那個 冬瓜鮮奶 好 這家鮮水機是我吃過的全素營最好的 因為我很喜歡吃鮮水機 所以我全素營來鮮水機就吃過了 然後這飲料是因為很喜歡喝它 冬瓜鮮 這個連鎖定很多地方都有 但是我家那邊是三家 所以沒有 好謝謝 雖然說我吃這樣子 我不知道這樣子算不算晚餐 但是我這樣就會飽了 然後我再來要吃一個很可怕的東西 就是豬腦 這個老闆很漂亮 我之前平常開直播的時候 都會直播到他 觀眾就覺得他超漂亮 還有觀眾因為看了我的直播 來他的店 來這裡超深 買豬腦 豬腦很好吃啊 我覺得超好吃的 你看我甚至不用講 老闆都知道我要來買豬腦 我是這邊的超常客 謝謝 好了今天差不多就買這些了 所以我林業市這裡還有很多好吃的 只是礙於經費 你看這邊 講水機200 這個70 然後這個60 這樣就是430 當然有點貴的是晚餐 這樣要回家吧 我以前 我之前直播的時候 天天都這樣子吃 錢就花很快 每天吃夜市啊 吃這種鹹水機啊 我每天必吃鹹水機 在這裡問大家 大家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 就是 我這一集呢 不會 不會拍說我吃 吃飯的樣子 我想說應該沒什麼好拍的吧 吃飯這麼無聊 讓你們知道我有買什麼 這樣就好了 如果你會想看我吃飯的話 就在下面留言說想看我吃飯 不想的話 就說不想 然後我最後統計看看 大家想不想看 這樣子 我很多朋友去過三家之後 都會覺得說 那邊很適合養老 看 掉了 剛剛遇到一個大坑洞 冬瓜仙爐掉了 回去看一下 在這 這個 全家前面的地方掉了 哇勒 掉在這爆開了 為什麼台灣的路都要這樣子 坑坑巴巴 像越野賽啊 那時候去大陸的時候 還有去美國 他們路遠沒有比我們爛啊 都沒有到處都要補丁這樣子 都是坑坑洞洞的 整天新聞在那邊說大陸落後 我去大陸就覺得 大陸至少領先台灣20年 以前亞洲四小龍 現在亞洲四小蟲 真的啊 整天在那邊嘴拋的觀眾們 要出去見見市面 雖然說他們有他們地方的一些政策和限制 但是 基本上整體科技 是OK的 OK 這車要靠右 遠不打方向 你才是最討厭的東西 不知道為什麼 我超愛喝麥香紅茶的耶 出門喝回來喝 我已經上癮了 我不是在工商 真的上癮了 今天也是很多災多難的一天 這顆 希望這個影片可以讓大家了解到 我平常喜歡吃什麼 然後你們可以去試吃看看 我真的覺得那些都很好吃 就是因為好吃 所以可以讓我之前 我在直播的時候 我每天都吃 可以這樣連吃一個魚 當然不只那些東西 之後還會再讓你們看到更多的東西 但是我要先存錢 最近很窮 身上不足五位數 窮成狗了 希望今天的影片大家會喜歡 喜歡的話在我的影片下面按讚 並且留下你的評論喔 大家掰掰